我们先来回顾下乌克兰的局势,2014年2月末,俄罗斯武装进入克里米亚局势。 3月,克里米亚宣布通过全民公投,独立并加入了俄罗斯。 到了4月,乌克兰东南各州,在亲俄势力的支持下发起了反叛。 虽然在9月在俄罗斯的调解下,乌克兰陆方与东乌克兰组织的冲突停止,但至今中小规模的混战仍在持续,直至今日也未能停息, 而这场内战,也使得这个曾经富饶的苏联加盟国在一次遍体鳞烧。 值得注意的是,东乌克兰贩子,在与乌克兰之邦的冲突中,甚至还搬出了一些博物馆中的武器,用于对付正规军。 除了从纪念碑上开销的T-348以外,甚至还包括了在二战初期,让德军坦克车足十分忌惮的反坦克步枪。 2016年设于乌克兰小城比拉克泽克瓦的T-3485纪念碑,也就是在东乌克兰冲突当中,民间组织甚至公然将这些老古董重新用吊车吊下后,安装发动机投入战斗。 东乌克兰武装组织所使用的PT-4交性反坦克步枪。 1939年,苏联在入侵波兰时,搅护了大批波兰造的WZ-35型反坦克步枪。 而在当时为了应对敌对国装甲部队的入侵,苏军也开始了本国的反坦克武器研制工作。 到了1941年德国发起巴巴罗萨行动时,名叫PTRD-41,以及可办自动发射的PT-41型反坦克步枪,已经生产下线了。 以最初的PT-41型为例,这款使用14.毫米半要的反坦克步枪,在卫国战争初期时,无疑是让北军车阻尽危的大杀器。 其发射的穿甲弹药能在100米左右的距离,以及穿35至40毫米的装甲零度倾斜。 要知道德军在1941年仍然装备了不少的2号、3号坦克。 其正面装甲从20毫米、-40毫米不等。 而苏军的反坦克步枪手,也被训练专门攻击的军车组的驾驶员观察窗位置,或是直接攻击敌军坦克履带。 哪怕是到了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,苏军的PTRD-41虽然无法接穿虎包的正面装甲,但是也可以通过打履带的方式,使其失去行动能力,成为反坦克炮的活靶子。 现代军尼重演的一名使用WZ-35型7.92毫米步枪的波兰反坦克手,可以说为PTRD-41的设计与发展提供了些许参考。 PTRD-41上与PTRD-41下,这两款反坦克步枪在二战中总计生产了47万只之多,而根据苏军部兵师的编制,美式里即变到了1944年都有300多把该枪在同时使用。 PTRD-41只能搭发上膛,而PTRD-41在此基础上加装了弹侠,使其弹容达到5发,而且还可以半自动射击。 两款反坦克步枪的最大射程,甚至可以达到1000米。 在一般来说有效的杀伤距离是400米左右,PTRD-41的重量达17公斤,而PTR-41则是20公斤。 两者相比而言虽沉,但其反坦克小组为两人,所以转移起来也比较方便。 在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等战役当中,苏军正式使用了这款手里的大杀器,让许多德军坦克沦为了不能动态的铁棺材。 在现代战定中,东乌克兰武装使用这款武器时,甚至可以用穿甲弹直接攻击政府军的直升机旋翼,把直升机给打下来。 一般带有防弹装甲的汉马车,也无法承受这款老野枪的雷霆遗击,毕竟挡得住APA子弹,可挡不住这款大威力的穿甲弹。 乘队扛着PTRD-PT-41反坦克步枪行军的苏军步兵在二战中十分常见。 现代俄罗斯军民众演的二战时期,PTRD-41反坦克小组。 某些二战影片中,甚至还会出现,苏军使用使用PT-41反坦克步枪,直接当反空武器使用的。 副射手使用冲锋枪,或是步枪为射手提供掩护,并时刻保持弹药充足。 而射手的任务,就是狠狠地打击任何进入世界的敌军目标。 德军也在二战中缴获过一些苏式的反坦克步枪,并将PTRD-41和PT-41分别定型为PZB-7832和PZB-7842,但数量并不是很多。 本文维筑类地狱原创作品,主编缘获,原著北部湾。 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违今书面授权不得转载,为着将追究法律责任。 更多精彩一战,二战内容,请关注微信公众号《注类地狱》,ZHULEI-1941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